一發不能 好 站在我們HR的Logo前方 帶領著我們現在的女性 追求更美的力量 我們克里娜女士 也有句經典名點 Beauty is power 美麗就是力量 今天我們看到小艾斯充分的詮釋出 美麗就是力量 明明是國際巨星 看起來像是念醫學院的 非常優雅的 一個大約二十出頭的 好 講已經結束了 不要這樣子 不要這樣子 寫我老公壞話 寫我老公壞話不要 原諒我好嗎 好 算了也不是你寫 是你寫的嗎 等一下 等一下 大家OK了嗎 都OK了嗎 讓我們開始囉 這一支可以幫忙拿嗎 哪一架 拿一架 沒關係那我 謝謝 不好意思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囉 先幫我們講一下 今天好美喔 為什麼有辦法保養 這麼好美啊 當然就是因為選對了保養品 很可憐啊 我用了之後 真的覺得整個臉很亮 然後 就像我剛才講的 那些小粉絲啊 或者下巴那些 疙瘩疙瘩的東西 都真的消失了 然後加上 因為我最近生活變得很健康 我中午都是吃素 然後 酒量也稍微減了一點 然後 有努力的做一些那種 很虛部的運動 你們可以看到我 在剛出場的時候 臀部非常翹吧 非常 那就是我每天幾乎都要做 三百下的體能運動 難怪剛攝影大哥 都被你臉部也 真的 我想他應該 驚豔無法忘記我 可是又稍微對他 是say sorry啊 他被你彈飛耶 大哥不好意思 那個 大哥 那個鏡片要修的錢 記得跟我講 我把經紀人電話 留給你 但你不要趁機拗我一筆喔 那也是之前就是 女兒 Elly她有去拍那個 時尚雜誌 然後也有在拍一些 品牌的宣傳 對 那別大受好評 她有沒有 就是她就是 往這個方向去前進嗎 我對她的那個 演藝事業就是 如果有真的還不錯的 廠商品牌來找她的話 我就會想說 可以試試看 但是 千萬是不能 就是耽誤課業 然後她其實 最想做的還是演員 然後我就跟她講說 妳要當演員 那妳一天到妳在那邊看什麼 抖音 一天到妳看那些什麼 有的 沒有的 然後什麼 不好好去鑽演一些 稍微有一點內容的書 我說這樣要當演員 會 就是 如果妳想當一個 有深度的演員的話 我勸妳可以多看一些什麼書 然後她就會這樣 飄走 那妳有教她一些演戲的機器嗎 因為我演技就是很浮誇啊 然後我又很愛鬧我女兒 然後因為 那天那個我女兒在 早上在刷牙的時候 我就想要過去跟她們 我就想要跟Elly過去 say good morning 然後我一過去 然後就 不小心看到鏡子裡面的我 然後我就說 大家都說我41歲了 可是完全看不出來 甚至還剩下三個小孩 怎麼會美成這樣啊 然後女兒就會說 噁心 這一類的 然後她最後就會 牙還沒刷完 就說 媽媽妳太噁心了 我要先出去 所以我覺得我的演技 應該是沒辦法隱存 就是沒辦法讓她學習 那這樣其他兩位 就是 老二跟老三 他們有羨慕姐姐嗎 老二就覺得 很以姐姐為榮 像每次經過那個 有她的大海報 她就會說 欸妳有妳有妳 然後就說好漂亮喔什麼的 然後許老三 她就是完全活在 自己的世界裡面 因為她現在都 每天一定都要跟我 和我老公睡 然後在我們房間洗澡 然後就會在鏡子前面 就是磨很久 我就說寶貝妳在幹嘛 她說 她就這樣轉著頭來看 我說 妳明天就會看到一個 最美的許希恩 然後我說 所以妳今天是不是不美 她說 明天會更美 然後我就說 是誰叫妳這種表情的 她說 這是不是很想要 很想要捏 捏妳知道 很捏她的臉 然後她也沒有 在關係 就是怎麼樣 她就是完全活在自己的世界中 她每天晚上這樣子 跑去妳房間 是會被干擾妳的夜生活 還好就是 我跟她講說 也十點一定要睡 我就會把燈全部關掉 然後開一盞夜燈 看我的樹 然後我老公本來一向都是 就是不讓她跟我們睡的 她絕對這樣會影響我們 夫妻的睡眠 然後後來是有一次 我老公看到她的朋友 有兩個小孩 然後兩個小孩 就在她那個朋友身上 爬來爬去 她就說 妳小孩怎麼這麼愛妳 她說 當然啊 小孩生出來就是她疼啊 然後她回去了 她出門之前還說 因為姐姐就告徐老三的狀 她出門之前還說 我回來要好好修理她 結果後來跟她那個朋友 吃完飯之後回來 然後寶貝就說 爸爸 我今天可不可以跟媽媽去 所以她說 可以來 爸爸抱抱愛妳 所以現在徐老三就是 長期定居在我跟我老公中間 這樣子她就是 可能那個 有辦法不愛妳 不然上次的時間很重要 所以今天他們那個 老三 早上是練舞的時候 然後我本來就要起床 她就說 Baby 趕快抱一下 她說 因為女兒在中間的時候 我們都不能相有 然後就說 抱一下 再抱一下 大概 十幾秒也差不多了吧 OK 我三個女兒 我就跟她們講說 就是洗臉洗乾淨 然後因為 譬如說像賀蓮娜對他們來說 可能 他們的年紀還不適合 所以我覺得 你們只要把臉洗乾淨 是最重要的 那他們現在會偷用妳的化妝品 或保養品 徐老三非常喜歡 在我的那個房間 就是專門放 有一個抽屜是放化妝品的 它就會在裡面 很久不出現 然後一出來我就會這樣 就是這邊黑的 然後什麼什麼 然後 老大老二就會說 媽媽我要用什麼乳液啊 我要擦臉 我這邊有紅紅的 我這邊長痘痘的 就是會有很多這種 青春期的問題來煩我 那老大看完時尚照片 他自己 有看過他自己的照片 他有說什麼 我說Elly 你不覺得你自己超時髦嗎 他說還好啊 我說可是 現在大家都說 你很漂亮什麼 你都不覺得很 在學校 不是風頭 就是風雲人物嗎 他說 沒差啊 同學都不會吃醋 同學都會說 欸許希伟 你那個第幾張很漂亮 就是他 大家都很平常的看待這一切 那你覺得他的厭世眼神 傳到誰 應該是大孩子吧 對 哈囉 謝謝大家 謝謝 那最近那個網路霸凌 喔 不好意思 我們今天回答過多問題 不好意思 我們謝謝大家 謝謝 網路霸凌是嗎 喔 只要是霸凌 我就是更 未公女兒講說 不好意思 那我們今天到這邊 不好意思 謝謝大家 SORRY SORRY 不好意思 向霸凌說不 謝謝大家 謝謝